生活在忙碌的社会 每个人都望着同时间 以及身边的人竞彩 大家都希望可以快人一步 搞到生活变得急促 压力变得越来越繁重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将脚步放慢 留意身边的事物 感受一下人生 一份要同时间比拼 又需要不停提升速度的职业 可能会令你有另一番的体会 看我七十二行 同理分享 让你世美人生 十堂国际赛车场标志着马来西亚的赛车事业 迈向世界级 而在这里也造就了不少出色的赛车手 职业赛车手听来有一份刺激 和令人向往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亲身体验一下 它可能是你的事 从赛车中得到无限的满足感 不过在云云的车手之中 又有多少人可以当得上职业赛车手呢 职业赛车手 不同一般为兴趣玩玩的车手 他们以赛车为生 每场赛事都要全力以赴 全心全力为车队赢出比赛 每次比赛都要面对压力 面对危险 甚至面对得如其来的意外 究竟他们又如何平衡自己 如何令自己不让人形头赶上呢 Liona和Derek 都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 华人职业赛车手 虽然是同行 同车队 但是入行的经历就截然不同了 就好像Liona那样 她形容自己 之所以踏上职业车手的这个行业 完全是因为一次误讯朋友的经历 我从18岁年 有一个朋友 他在车车手里探了我 我当时坐在车上 我非常害怕 我感到很严重 因为我害怕他会被车 因为他在车速上 但坐在车上 我感觉很开心 很感兴趣 有很多行动 一次无心插楼 燃起了 连Liona自己 都没有刹过的潜能 也因为一火不断追求进步的心 令Liona 在赛车场上 取得一定的成绩 更加赢得 Racing Princess 赛车公主的秘语 不过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 赛车圈子里面 他自己 亦要面对无比的压力 甚至一个人 面对高速驾驶时的危险 你必须在赛车场上很维持 而且赛车场上很竞争 因为在赛车场上 你必须在赛车场上 你必须在身体和身体的准备 如果你不够专注 你可能会出事 经一试掌一致 令Liona明白到 作为职业车手 并不是单单依靠个人技术 当中还需要战略和体力 才可以有机会赢出比赛 同样是职业赛车手的Derek 虽然是男性车手 体力可以应付到 接中而来的赛事 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比较喜欢 在危险的动作挑战 所以从小就开始学习 飞电单车 然后到大开自己买 第一部车 就开始自己慢慢去改装 那辆车 去做一些危险动作 我都叫做 苏智智智大客大客 就觉得 不如我们去做一些 比较有规模的赛车 无疑 要在赛车场上取得成绩 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 加入车队 对车手本身 可能是一个名字的选择 不过对于Derek 就少了一份忧虑 少了一份金钱上的压力 对于职业赛车手来说 或者是百厘无一害 一年的消费 其实是七八万以上 每年 所以都是挺厉害的 真的很难 要用我们自己的兴趣 成为职业 所以慢慢就遇到这些赛车 他们的赛车 变成我 我就进了他的车队 做一个职业赛车手 不过作为职业车手 就算有金钱背后作支持 提升成绩 但是高速驾驶 亦颜免有意外的发生 在我第一次比赛 遇到车祸 所以那辆车是接近反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刚刚结婚 我的宝宝也就近出世了 床内那时 我第一个画面就是想到 我的宝宝可以见到爸爸 作为职业车手 在赛车场上飞驰 发生意外是在所难免的 但为了将意外减至最低 车手和车队 是要培养出一种默契 Akina是车队经理 亦是车队的工程师 主要工作是负责管理 车队的日常运作 由安排车手比赛 到照顾车手的心理状况 由车房通车 到在赛车场上处理大小事务 都完全兼顾 可能因为Akina 亦曾经做过职业车手 所以很明白旗下车手的需要 一个团队管理 他很属于我们车手的保姆 因为我们不会记得那么多 因为我们要计算到 每一个细节的100% 每一个细节的最小的东西 我们都要计算 如果这件事没有做好 还是管理人帮不了我们 整个比赛 所以这个人帮我很多 因为每个职业车手 都有不同的特质和善长 所以一般车队 都会主攻一至两项的赛事 一来可以集中火力 而你亦有利分配资源 增加赛事胜出的机会 而车队经理 就绝对要了解自己的车手 才可以作出参赛的策略 Liona的驾驶方法 就比较轻轻和轻轻 Liona的强项 就是会在赛车场的 Circuit Racing和Gymcarna Derek的驾驶方法 就比较多于drifting 或者飘移 所以我们会分析 例如看什么赛事 我们应该会放哪个车手 Team Manager 在三言两语之间 已经刀破Liona和Derek 两位职业车手的长处和善长 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 是多么密切 而且了解到车队中 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赢出比赛 Team Manager 就是他们最好的指挥官 而出场争取最好的成绩 就要交由好像将军一样 冲锋陷阵的职业车手 而作为将军的职业车手 又怎样少得一架性能良好 以及跟他们出生入死的战车 出赛用的赛车 一般会因应不同的比赛规则 而作出一定的改动 不过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的 就是安全性 其实这趟车的主打 是进入一些脱尾菜 飘移菜 所以车里面要拆空所有车包 的门皮 所以第一要拆的就是中间 这个控制箱 这个控制箱拆开的原因 是用来改一架 就是我们的手车 要做一架手车 让我们去到紧急时候 要拔停汤车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 所以整架是要拆掉的 所以拆掉了 我进入这架 这一架温柔车 使用这架车给 лег温丰 低速 fixed 那从我们再去 之后我们会用到很多 这些车车车 这些车车车 因为我们要看下 它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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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所以我們比賽時是很快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看見我們引擎的轉數 所以用到特別大顆的東西 然後再做的就是這個Low Gauge 其實這個Low Gauge是用來給我們… 保護車 其實我們稱它為反車架 這個反車架是一個最盡的安全途之泳 我們行車出事時不會中車手 好嗎 下一節 Joe和介輝將會參與車隊的工作 真正了解職業賽車手 和整隊車隊如何並肩作戰 下一節看我72行 車隊講求的是團隊 但是職業車手也要聽從車隊經理的分析和決定 而因為Leona和Derek同一時間都有不同的比賽 所以接下來的首要工作就是 為車手準備出賽的座駕 而這個重任就落在身兼車隊經理 和工程師的Akina身上 最重要是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了解的路面情況 賽車場的設計 設計 以及我們會確保那些車是適合賽車場 而我們會叫車手出去試車 然後我們會做最終設計 來配合賽車場的設計 每次比賽 車隊內每個人都要付出時間 精神和體力 因為他們雖然未正式落場比賽 但是由準備功夫開始 已經要和時間競賽 其實最早時間 就是我們最後的三天的準備 所以我們要在輪胎方面 做一個100%的準備 然後在引擎上的設定 電路方面也要100% 如果在這方面做不好 我們基本上是不會走光一個比賽 賽車是車隊的資產 亦是車手的生命 所以工程師對賽車 就好像自己的小生命一樣 呵護備節 有時為了趕級比賽 工程師甚至日以繼夜工作 在賽車這行裡 甚麼事都會發生 曾經也試過 複製後明天就出賽 那輪胎就壞了 我們整隊人要管輛車回車廠 去調整整輪胎 來再給明天的賽事 沒有睡的 整晚夜做到天早就再出車 再出車,再出車 再出車,再去賽車場比賽 就是这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冰箱 辛苦換來的是一份滿足感 而且職業賽車手比賽的勝敗 是靠工程師默默背後的支持 所以為了不白費他們的心血 在比賽時一定會全力以赴 而第一場比賽 是要去到十班國際賽車場 舉行的ATACK賽事 Derek和Liona都做好應戰的準備 而每一個車隊的隊員都各就各位 為比賽做好準備 我們已經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個人有學會有崗位 例如你是負責輪胎 它是負責引擎 它是負責打油 它是負責跟駕駛員的準備 各有各的崗位過後 大家分工合作同一時間去做 我相信很短時間 我們就可以分配了全部東西 我們就用它來的 我們就用它來的 加上比賽前的壓力是我們感受不到的 不過在Leona身邊 就同樣承受無比壓力的人 就是她媽媽 而她也是由Leona第一次提出 要做職業賽車手 到現在都這麼支持她的人 我並不太關心她 成為專業賽者 因為我支持她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安全的地方 很多人都會覺得不安全 但我相信 有很多關心的安全 都被取得到很重要的地方 作為父母 又怎會不擔心自己的子女 當上一個職業賽車手呢 不同的是 Leona的媽媽 用的是一個接納的態度 每一場比賽 都在現場支持Leona 成為她出賽的一支強心針 那倒是一支強心針 在我經過三個 kali Derek和Leona相繼落敗 雖然成績未達到車隊經歷 如期的理想 但就令我們體會到 車隊和車手之間的默契 車隊上下一心的工作態度 因為在他們心目中 比賽不是只得一次 只要有信心 成功指日可待 下一節 我們將會走近Leona 看看這位賽車公主 一份職業車手意外的工作 另外也和Derek一起在戰飄移比賽 下一節 看我72行 在Time Attack比賽的第二天 Derek又要面對飄移比賽 但因為兩場比賽的時間太緊密 不僅對Derek的體力是一種挑戰 對於車隊整天人和他的戰車 也是一種極大的挑戰 你有感覺到一種臭孔嗎 有一點 有一點 其實這個客人已經開始不行了 他的油性不高了 雖然比賽輸贏是其次 雖然比賽輸贏是其次 但是對於車隊和車手 他們每次出場都會抱著 許勝不許敗的意志 希望增上高一點的名次 走次每次出場之後 Team Manager都會和車手 異遇一番 原來這些就是他們其中一種取勝之道 其實他會讓我們知道 我們這輛車現在是在甚麼狀態上 你剛才說的動作做錯在哪裏 我們要在哪裏 要矯正哪一個角度 所以他會做我們所謂的運動員 他會站在那裏幫我們看 你剛才說那個彎不應該是三紅瓦 你要用另外一波 不應該用這一波 還有你開油的時間太長了 你要縮多少了 所以在這一方面也很重要 在做這一類的動作 由指揮官從旁指示 職業賽車手比賽起來 也自然會得心應手 而作為一個Team 各隊員也會旁觀整個賽事 以防車手比賽時 有突發的事故出現 雖然職業賽車手 並不是每個都能夠站在得獎台上 享受觀眾對他們的歡呼 但是他們仍然享受 這項給他們的滿足感 其實走車對我來說是一種榮幸 因為在這裡不是說 那麼多人有這個機會 坐在這一種車上 所以對自己來說 也是一種很高的挑戰 很多人都很嚮往 成為一個職業賽車手 但要在馬來西亞 成為一個職業賽車手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而且非常勞心勞力 就以Leona為例 因為她在賽車上有一定的成績 所以被車隊招攬成為職業賽車手 不過原來 最初加入車隊 也有一段困難的日子 其實我們的團隊 並不是一個國際團隊 所以我們的薪金不太高 所以在最初 我們必須展示一些結果 以後 賞賞者會有興趣 來賞賞我們 所以這就是我們 很難的 在最初 我們必須展示一些 好的結果 我們必須做得到 好 以後 才能獲得賞賞賞 除此 我還做了一些市場 和市場 來賞賞 職業車手並不是每天都有比賽 如果只靠基本薪金 未必能夠支持到生活 不過這個車隊 為了車手有更加穩定的生活 就提供車手在沒有比賽的日子 做一些可以運用職業車手的專長 又可以幫補生計的工作 就是為一些汽車生產品做測試 好像今天 Leona就需要為一個生產品 做一個露面測試 天月小的 две 間中心 下車 1 2 3 多 2 3 2 4 2 10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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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